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钞机财富喷射机 那今天指数呢继续涨 这个又继续创高 所以这边2万点的震荡 我跟各位讲哦 这个不用太紧张 对不对 因为我讲了遇到2万会震荡 2万1会震荡 2万2造型个股它会震荡 这都很合理 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关卡到的时候 总会有人想说是不是要先卖一趟 那很正常 我说随他吧 因为 今年这个行情来看的话 我讲了除非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当选 那在此之前呢 我个人目前看起来 国际上没有什么大的利空 这个欧洲现阶段来讲的话 法国的部分 对不对 整体的欧洲也开始偏向右 极右派 但是呢目前看起来 好像也只有得到欧洲股市 这个台股跟美股还是相对的强劲 对不对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整个 黑天鹅的事件来看的话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利空 那台北股市呢 它是会继续往上走 对不对 这几天我跟各位说什么 我说你自己可以慢慢看一下 我讲电力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昨天我跟各位讲说 6月重电会回归 有没有 没有错吧 昨天应该还 没有什么人跟你讲电力哦 但今天会有很多人告诉你电力 再更早前几天 应该也没人跟你讲 但是电力概念股在这一波 第一天转转我就跟你讲了 资金过来了 这个因为我推敲一下 也算合理了 黄澄勋离开台湾 AI概念股稍微休息 那 资金回到哪里 回到电力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跟各位讲说 你要注意啊 这整个 电力概念股 开始起来了 有没有 我说华晨是精神指标 对不对 第一天我跟你讲了 电力股有点不一样了 然后呢 昨天涨了26% 今天你看看华晨 有没有 今天华晨涨停板 锁住了 920了 有没有这一段上来 很快对不对 然后四季缸 对不对 好 最便宜的是什么 大同 对吧 那大同来讲的话呢 接开机往上电高 那只是说今天大同电高 他会遇到季线反压 所以先留个上影线 很合理 非常合理 但是接下来我觉得 大同 应该 会很不一样 懂我意思吗 因为他跌很深 那你现在你看他华晨 这都已经上来了嘛 对不对 1514的亚历 这也上来了嘛 1513的中兴电 这也上来了嘛 对吧 那大同有没有机会 大同我跟各位讲 你去看一下今天整个电力盖链骨涨什么 今天电力盖链骨在涨 美国的 这些 电力公司 希望台湾的变压器厂商 能够过去设厂 而在这整个里面来看的话 最有条件可以去的 第一个谁 华晨 华晨可以去嘛 对不对 那华晨的老板也很聪明啊 不否认 但是呢 也没有说不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想象空间就很大嘛 那其实大同在美国就有一些子公司 所以大同 他是这一次美国受邀名单当中的其中一家 会不会去 不知道 但是市场总是会有想象题材 今天这整个电力盖链骨都很整齐 华晨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市电这些都很都很棒 有没有 这个电力神神股啊 雅力 有没有 昨天还这样子 今天你看看 是吧 近期涨幅25.9% 这些电力盖链骨今天都很强 中兴电很强 中兴电我比较可惜 我也承认了 这边有上来我们先卖一趟了 今天这个是我们没有追回来 因为拉太快 不追没关系 对不对 我们有其他选择吗 对不对 其他选择我跟各位讲 接下来不见得会比较差 所以在整个电力这个区块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 各位 你要注意一下 华晨这一次 是很快速的反转上来 所以华晨你看现行上来讲的话 这个已经不是下降压力许致限了 对不对 这个勾起来 他已经算是在回升了 你知道吗 他差一点点就可以过前高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天地了 因为这段整理很久 对不对 所以如果华晨在工的话 这一次会涨到哪里 这个目标价想不想知道 大同 这段期间来讲的话 他也整理很久 目前大同是所有电力里面 最落后的 但我讲大同有另外的优势 优势在哪里 来 各位你看看他的子公司 这是大四科 对不对 大四科 这是什么 这是浮华 浮华据说现在要做AI中心 大四科 有没有 他本来就是跟探权跟AI软体有关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两家子公司 很飘悍 那我请问各位妈妈 未来会不会受惠 集团会不会有作战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说大同 你不要现在看他落落的 就像我当时我这边跟你讲华晨一样 你觉得啊落落的 但你看后面大同呢 后面的华晨上来的嘛 所以大同这边有没有机会 你去看一下 这是半年线 在这里哦 通常回档修正半年线连碰都碰不到 那这边又勾起来的话 他就是强势的整理完成之后 要开始往上表态了 所以大同这一波会攻到哪里 这个目标价想不想知道 雅力 对不对 雅力并没有全员都上好不好 但是 雅力来讲的话 有些人跟着我做就赚钱 今天也拉很快 对不对 没有错吧 雅力也上来 他股性最回坡 那雅力会到哪里 中兴电 在手订单 400亿 这一波有没有机会过前高 目标会到哪里 市电 他有日商资源 对不对 所以 市电会到哪个地方 这一些的目标价想不想知道 今天这份资料最后我会开放全面大方送 好不好 有兴趣的你就来 电力概念股 我讲了 他会是大部分 AI概念股在休息的时候盘面 最重要的焦点 那到今天你会发现大家都开始讲 有没有 大家开始乐 所以在整个电力概念股的部分 你有兴趣的 你来找我 华城这一波我觉得还没有到满足点 所以如果电力再封下去的话 什么样子的个股 接下来最有价差空间 或是什么样的个股 你买完之后是安全 后面爆发性又强的 你喜欢稳健的 欢迎大家都来找我好不好 我已经成功跟各位预告 重电 他会回归 6月份重电回归 你看看 今天呢 我才昨天才跟刚刚跟你讲完 今天所有电力概念股全部喷出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这个行情还没完 很多股票 他就是整理整理休息后还会再攻 对不对 我们手上的 6584的南郡国际 现在也在做整理 但是你看他昨天的美超围 美超围昨天是怎么样 大涨了 12.4% 这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看到美超围可以这样涨十几%的 这种情况昨天发生了 那 南郡国际部分来看的话 你看这个主力捐商筹码 他怎么买的 这边买了 然后这边呢 在整理过程里面一直在接嘛 对不对 这边买进之后整理过程一直在接嘛 所以人家都敢接了 接了几百张 那如果你抽两张三张十几张的话 我觉得各位 这边来讲并没有完全的 没有完全失败 这个都还有机会 对不对 就像当时我跟各位讲惠特一样嘛 我告诉各位惠特你们也不相信 对不对 然后整理到这边 今天我这礼拜 在有台连线的时候 我特别跟各位讲 这个要开始喷了 那看惠特 惠特今天股价呢 来各位你看看惠特是不是又喷出去了 他是新的COAS概念股嘛 我领先全场告诉各位的时候很多人也不相信 对不对 但你现在印证一下 这种股票是不是又喷出来了 没有错吧 所以我现在我跟各位讲的东西 我敢跟你讲 你给我一点时间 后面会不一样 他不见得我讲 然后马上会大涨特涨 但是你看到看到最后 看到最后 他是喷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在整个连接器的概念股里面 你要特别注意 连接器我讲的慢慢开始 很多的资金又开始注意到了 现在就是AI一些伺服器的机壳的在休息 资金在找其他的AI提债要发挥 在整个连接器的部分来看的话呢 帽连KY 对不对 这也创高啦 加币期 加币期最后今天还拉到场停板 加股票 这边有整理过 然后这是正式突破 所以这堂股票 拉回过程里面 找买点 这一堂股票有机会出现强者很强 下周我们来看 下周资金 调整过程里面有空档的时候 就是有空出来的时候 刚好加币期又回的时候呢 我想 这个我会买 800G连接器的供应商拉回站在买方 对不对 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跟 GP200有关系的 跟黄连勋所讲的 Spectrum 800G交换器有关系的股票 他都在涨了 那勇德的部分呢 我跟各位讲下半年第一张的800G订单 这不是我讲的 你去查一下 公开媒体上都告诉各位了 下半年800G订单第一张要开始出来 再加上什么 主攻企业网通 个人PC AIPC 接下来会不会开始 越慢越好 这都是观察方向哦 然后主流的传输速度都往上提升嘛 加上高速传输限裁 所以他题材很多 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而已 但是 我说你现在要慢慢看哦 如果茂连KY一直涨 加币期一直涨 大家会找什么 找一定有找800G有关的嘛 所以800G有关的话呢 下半年他要出第一笔的订单 那他是800G概念股 他是800G概念股 就像我当时我跟各位讲 惠特他会切入到COAS 你也不相信了 现在 是不是完全印证我所讲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我讲在前面 你们不相信而已 没有关系 还有很多股票 你看看哦 我节目上我讲的 我没有涨就没有涨 但是 你发现你会发现就说 我跟你讲的东西到最后 都有高点可以让你出 像今天育邦 对不对 育邦我们怎么做的 这边切入 然后这边拉一段 有没有 那近期这边一跟各位讲 育邦要注意 今天育邦涨0百 你随便出都赚钱了 那育邦会涨 我跟各位说什么 3357的台信科嘛 台信科今天有没有新高价 140 有没有 你随便出都可以 好不好 那就祝福他了嘛 对不对 这个都是近期 盘氏呢 造型个股 比较压抑过程里面 我跟各位印证的股票 到今天你会发现到 造型个股 开始活络的时候 这些股票都有高点可以让你出 没有错吧 公开印证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我节目 因为你有机会 对不对 你有机会 你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赚得到 不得 今天没有大长特长哦 但这一段我觉得还没走完 慢慢看 这边勾起来 这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1519的华城一样 这就开始勾起来了 所以他要他要回到前面 我跟各位讲也会加速度 那主要看题材要怎么点火嘛 现在苹果强不强 苹果很强 苹果M4晶片 我讲的他是隐藏版的收费厂商 你去看一下 有没有一篇报道 苹果接下来的大订单 日月光拿得到 日月光拿得到的情况之下 谁会受惠 绝对是穆德 这不是我讲的 这产业上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苹果未来M4晶片 你想想看 他不跟辉达拿 他自研晶片哦 所以苹果走AI走自己的路 所以苹果的AI晶片 需求量也很大 各位你不要忘了 苹果 苹果到现在都还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没有错吧 所以相关的供应链 有没有机会最直接受惠 他是跟苹果AI化 最有关联性的一家公司啊 所以穆德后面 我跟各位讲 你慢慢看 励志 我跟各位讲 现阶段水冷的 产品 七八月认证都会大量出 但是你要看更长一点的 来看的话呢 静默是 三年后他会带赢家 那你说啊三年后再来做他 我跟各位讲 里面的坐手 一定是超超前布局 信不信 如果未来东西他有 关键的 自胜能力的话 可以打败很多家厂商的话 他不会等到那个产品 真的出来的时候 大量需求的时候 一定是前面股价先走了 就像CPU CPU我请问各位 现在有什么 有什么营收吗 没有什么营收 股价早就涨一大段 现在大家就留意 什么 草后面有机会大转机的 所以这一种 好不好 今天纵使有拉回来 我跟各位讲 也不用紧张 这都还有机会 很多事情我讲在前面 对不对 就像我这边150 160 我跟各位讲 你也不相信啊 后面就一路涨 最近我跟各位盖一档股票 盖什么 8103的汉拳 来你看今天汉拳 有没有 这有没有喷成这个样子 今天再喷出去了 所以我说我最喜欢这一种嘛 上引线又下引线的 我讲了后面表态一个方向 虽然又上引线 但至少往上的 所以后面一定会连拉 对不对 这种 送分题的技术分析 你看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是不是很好赚 没有错吧 所以我说各位 很多股票 接下来都还有机会 你要有信心 这个盘还会继续涨 个股的部分就是轮动 买下去后要坚定 有一天回过头来看 你会发现赚钱是几天的事情而已 很快就会赚到一大笔钱 大家要加油 好不好 广达也是一样 广达我讲了 对不对 这一波你让它慢慢慢慢涨慢慢涨 这边跌下我跟各位 你继续看好吗 不用怕吗 拉高再出就好了 对不对 为什么 鸿海都能创高了吗 鸿海今天198.5了 这个有没有GP200 这有GP200啊 而且 老板还讲什么 老板说啊 这个AI还在三脚下 代表什么意思 后面要玩更大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广达这边还有机会再上 有广达的一张都不用卖 还会再涨 好不好 很多事情我讲在前面你不相信啊 我跟你讲上拳会喷 有没有喷 我跟你讲整个电力盖利股会喷出去 对不对 是不是 我跟你讲6月重电回归嘛 这不是今天还做字卡吧 对吧 啊电力超人今天有没有赚钱 来各位 各位 所以重电这一波 今天节目 我要送给你这份资料 来拿就对了 好不好 华城 现阶段连美国都要派出 代表 来问一下哎有没有兴趣来这个地方设厂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跟各位讲过美国的整个电网 他的使用寿命 早就已经超过他的负荷了 对吧 我这跟各位讲过吧 美国现在电网大概75% 都已经超过年限了 所以他明年势必要全国开始电网大建设 而这个里面 最重要的 最缺的零件就是变压器 变压器现在美国的交货周期都到100周以上 所以他们希望什么尽快 你能够快就能就快一点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 不要再运输了好不好 运输浪费几天 你运那个船过去搞不好 也要15天 对不对 最快方式是什么 直接来盖 好不好 你直接盖 我就需求很大 你盖 你在那边地方盖 我只给你下订单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各位 你可以想想看 台湾到底哪些公司会受惠 第一个一定是华晨 今天平面媒体也点到大同也有机会 看来看去最有资格去美国盖工盖这个变压器工厂的就这两家 因为大同他本来在美国就已经有子公司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UIL认证一过 才8天而已就接到第一笔大订单 这个你还很多媒体还不知道 但确实8天过后他就接到第一笔大订单 所以未来这种订单 我跟各位讲 是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交期100周 交不出来嘛 所以你现在有新的厂商可以做 他当然是抢着药 所以这个东西跟随忍版 我跟各位讲 不会差太多 随忍相关的零组件 现在也是大家抢着药 那这个变压器来讲的话 大家也是抢着药 所以整个电力概念股 我跟各位讲还没完 今天很热对不对 我跟很多人还是不看好 他会涨到有一天都疯掉的时候 所以下个礼拜你慢慢看 资金他可能会轮 就是今天可能华城 雅力涨停板 中兴电 市电 对不对 这大涨 下个礼拜会轮 下个礼拜搞不好就换到大同 雅力继续喷 然后呢 其他家稍微 不要涨那么多一下 但轮来轮去你会发现 慢慢慢慢的 过几天后你会发现 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目标价 对不对 在上面等着 突然就到了 会不会 你慢慢看 所以今天很简单 重电概念股 我该预告我都预告了 应该没有人掌握度 跟我一样 转折抓的那么好 对不对 重电概念股 会涨到哪里 目标价你拿来看 为什么拿来看 你看一下嘛 如果还很远的话呢 那现在 还差很很很很很 很远一段的空间 可不可以赚 那就闭着眼睛买嘛 买了后面 我跟你讲再上去就有机会赚到啊 那如果已经到了目标价 可不可以 要不要买就不要买了嘛 所以这一波重电概念股后面 还有没有漏 你先把这份资料拿回去参考 好不好 今天很简单 你把 电话拨通 有传真机我们可以传真给你 我有另外一个版本是没有打马赛克的 因为主管机关规定哦 这种 投入的节目 没办法跟各位讲 直接跟各位讲目标价 私底下我跟你讲 好不好 不管你有沒有打过电话 你只要有兴趣的各位通通 打掉进来就对了 要传真的传真给你 重电的本波的目标价 顺便怎么样 168专案给他带回去 所以今天把电话拨通 有两个很大的东西可以拿 一个是168的专案 另外一个是重电5虎的 拨断目标价 好好把握好不好 赶快拨通电话 还没留言的 后台赶快留言 只限 5 6日这三天时间 好不好 下个礼拜我就不送了 赶快行动 拨电话 好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各位 AI在改变金融市场 我想这是我 2月15号节目开播以来跟各位讲的事情 我说现在在期阶段 那时候指数在1万8 我讲的会到2万 2万1 2万2 2万3不是梦 现在你看到指数的走势都在 我的一个预估当中 对不对 那今天创高我请问大家台积电创高了没有 台积电今天反而稍微压着 很好 还有机会 这个盘还没结束 未来消费的东西 这个地方也会让很多股票喷出去 不管怎么样 AI你到最后 对电的需求 他一定是要的 所以昨天金长才讲嘛 这个台湾可能2028年的时候 他会担心台湾用电状况 现在跟你讲不缺电 但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 2028搞不好就缺电 所以既然知道2028会缺电的情况之下 那现阶段要怎么做 就是要强认电网 所以强认电网的情况之下 这整个重电概念股 他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现在不是台湾而已 美国 电网也要改建 所以 这几天我一直跟各位讲电力概念股慢慢回来了 昨天我跟各位讲6月份 重电会回归 对不对 今天所有电力概念股全面喷出去了 好那喷出去之后呢 中间就这几家嘛 中间五虎 重点在哪里 到底会到哪个地方吗 节目上 我只能用马赛克的版本 好不好 私底下有兴趣的 欢迎大家 直接来 今天推出欢庆168专案 欢迎大家 打电话进来 你要传真的可以传给你好不好 或者是后台直接留言 在赖里面赖族群里面直接留言留下你的电话 168的专案跟重电五虎的波段目标价 就全面 给各位 跟着一起来就对了 这一段 怎么做 安心交给我 好不好 重电我跟你讲会喷 今天真的喷出去了下个礼拜会继续喷 会到哪个地方很重要 好不好 我不希望各位你追在最高点 还没到之前用力买到了就一张都不要买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暂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